多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 唯一本地个案是早前确诊菲律宾瑞女护士的哥哥 初步确诊少于10宗 另外 理大团队发现 第一宗流入社区变种病毒个案印度瑞男人 极可能在酒店检疫的时候被隔离房的患者传染 新增的一宗本地个案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 涉嫌隐瞒行踪的菲律宾瑞女护士的42岁哥哥 他在中环置地太子大厦一间超级市场做售货园 今月1号最后一天上班 他和妹妹和第一宗流入社区变种病毒个案的印度瑞男人 上月13日一起去过柴湾兴华尔村丰兴楼出席家庭聚会 住在单位的妈妈早前已经确诊 她的女友人的抗体室试结果也呈阳性 哥哥和她的儿子和女友人上月18日 也到过深水堡福荣街37号聚会 当中有三个菲庸早前证实受感染 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衡 同团队分析印度瑞男人的病毒基因排序 飞现同他同时期入住尖沙咀华美达酒店的隔离房 由菲律宾底港的28岁男人所带的病毒几乎相同 不过印度瑞男人的就多了一个突变 隔离房的男人4月5日检测阳性 印度瑞男人就在4月9日完成检疫离开酒店 团队相信那种南非流行的变种病毒 很大可能因此而传播到社区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道